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中秋的时候 居然只晒了一张自己拿着螃蟹的照片 没有晒自己的全家福 网友还纷纷留言 趁 想看茫茫的B.O.牛和大眼睛的布布 看来 当时假静门已经感染了细菌 只放自己的自拍 是因为不想传染给孩子 工作繁忙之余 还要照顾好自己的三个孩子 哪里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中秋刚过 就又急忙出工 这次假静门左脸竟从感染戏群红肿恶化成甲膜炎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硬要开工 让粉丝开了好心疼 换了眼睛不担心自己反而担心三个孩子 木性的光辉自然获赞无数 假静门同老公修姐姐结婚后生活甜蜜 接连生肖可爱的两个女儿步步和比 欧妮 四十四岁的她 刚刚和老公还有孩子参加的真人秀 妈妈是超人翻不完 接着除了代言活动 还有新剧要拍 行程满当 尽管行程如此密集 但是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假静门并没有因为工作而放松 对自己孩子的教导以及陪伴 在妈妈是超人节目中 假静门教育孩子的方式 可谓是全等无数 在陪布布和逼欧妮整理衣服和头发的时候 布布的音乐老师正好打了电话过来 因为是第一次上课 音乐老师希望假静门和孩子 可以一起准备一首歌用来自我介绍 布布一直不肯配合妈咪 假静门好不容易哄着布布进入状态 他刚把歌词写在小黑板上 就在转头照顾妹妹BOL的间隙 布布又把刚写的歌词全部擦掉了 妈咪假静门并没有大动干火 反而耐心询问布布 为什么要擦掉歌词 布布回答说妈咪的字太丑了 假静门笑着打去 说被布布打败了 接着又耐心的叫布布唱歌 练着歌 布布又突然把妹妹推到了 假静门第一时间将布布 抓起抱紧怀里面对面询问 布布 你为什么把妹妹推到 累了吗 假静门表情严肃 却依旧平静 布布的回答是因为他想抱妹妹 所以把她推开 假静门就耐心说 你想抱她 把她推开 这样是对的吗 布布说不可以 假静门让布布再抱一次妹妹 布布已把搂住了妈咪的脖子 假静门反应过来布布是 想抱妈咪 就把两个小孩都抱在怀里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温柔平和 却一场有态度的妈妈 对待小朋友做错事情 并不是一开始就大动肝火 而是先问为什么 全程没有一句不能这样做 却也让布布在自己的引导中 亲自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这样叫自由方的妈咪假静门 从一言一行中都可以看出 她对自己孩子的疼爱 果然 在知道自己眼睛被病毒感染的第一反应 不是自己会怎么样 而是担心自己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 希望假静门可以赶紧好起来啊 我们还等着贾静门十一月 和老公修姐姐的婚礼上 可爱的布布和碧欧牛当小花童呢